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打压遏制 这种假民主之名 行反民主之实的行径 将是人类民主发展史上的笑话 注定是不得人心的 少数国家 以同我结对 非我结错的霸道思维 把其他民主形式视为不民主 甚至进行排斥 打压 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他们自身民主 有着斑斑劣迹 国内治理一团招 却对别国的民主 指手画脚 横加指责 这难道就是他们标榜的民主吗 常期以来 美国自称世界的民主样板 但面对世纪疫情 美国民主制度 却暴露出种种弊端 在应对疫情过程中 由于政治计划严重 政党纷争不止 上下各自为政 社会监督市民等等 导致疫情防控不利 造成近5000万人感染 80多万人死亡 这样的民主 代表选民的不是幸福 而是灾难 在我们这样一个 有着56个民族 和14亿多人口的大国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 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搞西方那一套 所谓的民主 是很容易搞闪搞乱的 民主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